这一碗面是228 这是我吃过最贵的一碗面 我踩一天的粉嫩鸡我也吃不上这一碗面了 今天我们在厦门的杏林来吃一个天价沙茶面 店铛小的 座位没多少 人都在排队 这边的海鲜都是池子里面养的新鲜的 现杀的活动价 好 那一栋里面是一只吗 对 这一碗面是228 这是我吃过最贵的一碗面 我踩一天的粉嫩鸡我也吃不上这一碗面了 料还是很丰富的 一只小青龙 一只螃蟹 然后有小管 生蚝 还有鲍鱼 这哪里是一碗面 这就是一碗海鲜好不 这个花了花了咱就不心疼钱了 开吃 先来个小青龙吧 小青龙确实是新鲜的 我们看到 看到这老板在那边现杀的 好肥的一块肉 非常Q弹 很紧致的肉质 好吃 它有这么多的料 所以确实是指这个价钱 现在小青龙一斤在150左右 这只小青龙 没有一斤也有八两了 这样一份面 其实也不算味 也不是不算味 它指 嗯 嗯 太适合吃了 哈哈哈 经典的沙茶这样的味 有点点甜有点辣 所以我是不太喜欢吃面的 所以我对地下的面不太感兴趣 主要就是为了吃这个海鲜 哈哈哈 看一看这个小青龙啊 都是现杂的 有虾头里面也有很多肉 还有红的 来吃海鲜来了 对啊 不是吃面来了 是不是经典 有点奢侈 是有那么点 哈哈哈 他这个还不是波龙 是小青龙 小青龙的肉质比波龙的要好一点 所以里面的肉我也比较矿固 说明什么呢 说明厦门的经济真厉害 就是好 螃蟹里面还有黄 我们点的是 普通的螃蟹 不是那个 高蟹 高蟹的话还要再加30 但它也很肥哦 黄也很多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关 我的在气量多了 哎呀 太风湿了 这一碗面 得出到什么时候 不用 生好肉 回到 你不能什么 一什么 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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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边海鲜的口味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 这些海鲜简单的烫了一下 然后加到沙茶汤里面 一项 你不要给它喝点汤 饿了啊 酱油 冬夏的那个 素须里面的肉千万不要吃 不夭吃 这个肉是真高吗 汤汁 哇 太肿了 吃了那么久的海鲜我终于看到面了 可以尝一下面了 挺好吃的 但是因为吃了太多海鲜 所以觉得面就比较一般了 要点面 吃完了 可以加面 这边面不够可以加点面 你是打算把你的本吃回来啊 吃回来 老板 老板 给他加点面 可以无限去 反正这家座面 二伯的妈也吃不回来 鲍鱼挺好吃的 螃蟹也算不错的 有肉有黄的 这个面是烫好的 直接下来完了就可以吃了 还有豆芽 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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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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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鱼 吃完了来一口汤 好浓郁好爽 吃饱喝足 吃完一份面两百多块钱 你们觉得划不划算 反正吃的是挺爽的 那么下期见 拜拜